19年前 北京清华大学化学系的学生朱令被投毒导致瘫痪 从1995年案发至今 警方并没有宣布侦破此案 朱令的父亲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公开调查内容 让真相公诸于众 而居住在美国的华人也在白宫的网站上发起电子请缘书 要求调查和驱逐被怀疑是当年对朱令投毒的在美人士孙维 目前签名人数已经超过10万人次 下一步将等待白宫的回应 不过舆论发现呢 孙维家族的背景是直通中共最高层 那么朱令案离真相大白还有多远呢 请看我们的报道 曾经被警方视为朱令案最大嫌疑人的孙维 当时与朱令同班并且同宿舍 他在1998年8月已经被警方解除嫌疑 随后孙维更改名字 并通过婚姻赴美 美国华人在白宫的联署请愿书上表示 为保护我们的安全 要求美国政府调查并驱逐孙维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5月6号上午11点左右 请愿签名人数约为11万2000人 以通过请愿人数的门槛 下一步将等待白宫官员进一步审视 并交给有关部门和专家再作出官方回应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君涛 也参与了白宫的请愿联署 他分析认为朱令是被谋杀的 我觉得虽然现在很多人都怀疑是孙维 但是我签字的目的倒不是说孙维一定有罪 或者谁没罪 我是觉得不管怎么样中国政府应该调查这个事 这种事情如果能允许的发生的话 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别都不安全 这件事情自法始终不作为 法律就不能保障人的安全 从1995年以来 朱令案一直没有进入法庭阶段 北京警方并没有宣布侦破此案 也没有公开任何有关的细节和原因 直到2008年 朱令的父亲申请信息公开时 才获知朱令案已在1998年结案 朱令的父亲表示 之前得到的答复一直都是正在调查中 孙维他本身家庭背景 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积权体制环境下 他的那个家庭背景 我想也是民众非常关注的一个原因 这算美国民众也特别关注的是 因为美国他们对这个 像这样有这么重大嫌疑的一个人 如果生活在美国的话 他们会认为是非常大的一个安全隐患 当年负责这个案件的北京市公安局 14处民警李树森 2006年对媒体表示 这件事在调查工作中已有一定结论 且这件事情很敏感 据了解孙维的祖父孙月琪和唐伯父孙福林 曾在民主党派和政协担任要职 而孙月琪与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的关系密切 还有消息指称 当时的党外专家孙月琪是中共元老博一波的左膀右臂 日前网络流传株令案真正的秘密 网络贴文声称 朱令案当时已经破案 凶手也签字划压了 而广东阳城晚报4月29号首次披露 朱令案被强制中止 涉及中共最高层 大陆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也在网络上发表文章 对案件提出七大质问 朱令案离真相打白还有多远 5月3号 新浪微博遮罩了以朱令、孙维、驼中毒、驼等字的搜索 但6号随即解除 民间猜测可能与中共高层意见冲突有关